这一组协作语词要介绍的是 It strike 人 Let 后面什么事情 这个是 strike 一般我们都是当敲打 所以英文有一个格言 就是打铁,趁热 它的写法就是这样,是 strike 什么时候, while iron Iron 就是铁, it's hot 这叫打铁,趁热 但是这里的 strike 并不是敲打 而是什么想法突然间浮上心头 进入脑海中 所以我们常常用的是 It comes to my mind 这个用法就很不错 很多人都使用这个写法 那高档的还有这个 是 twice and let 后面接事情 或者是 occur to 人 接事情 一跟二都是相通的 那第三个是 突然间怎样 没有谈到人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 occur 就可以了 Accure可以当发生 也可以当突然怎样 现在我们不妨来做这个两题的一个翻译 先看例子 It struck me 这是过去式 它的动词三代是strike, struck, stricken It struck me 就是我突然间想到 有一个念头浮上我的心头 什么想法就在后面 Letter开始 这个就是这件事情 He was hiding something from me Hiding是隐藏 它隐藏一些事情 from me from就是脱离我 不让我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就翻成 我突然间想到 它对我隐藏一些事情 这个含义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hi的什么 from的片语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我突然想到 同学一看到我突然想到 大概都会用这样子写说 I suddenly think of 想到 这样子写是不对的 这种写法是按照中文的模式 再翻出来的 英文有固定一个语法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用上面的 It struck me 想到什么事情 所以It就会配Letter 所以这个语法是很棒的 It配Letter 我们就把事情写到后面 Letter 晚上有晚宴要参加 这个Letter是接句子 它是连接词 既然是句子 就会有主词 有没有看到主词 没有 那就跟前面一样 我突然间想到 我晚上 所以这就是中文的特性 前面有了主词 后面就不写了 后面就给它补上去吧 I had 这是晚上 用现在是 I have a 晚宴可以用 night party 来参加 have已经有动词了 所以后面那个参加 一定要用to来隔开 to attend 那么我们不要用to take part in 这个是不好的 再把时间写出来 晚上 就是今天晚上 tonight 这个才是对的 不要写in the night in the night是指晚上 可是这里的晚上是指今天晚上 有晚宴要参加 不要误会了 家具老师要解释 为什么to take part in不好 因为 宴会你要去参加 你是当这个宾客 你是来宾 所以当听众 当观众 当来宾的 我们都要用attend 如果你是有参与那个活动 比如说你有参加那个演讲比赛 有参加露营活动 那个有实际参与的 才是take part in 这个 先说明一下 所以用attend 是比较好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当我在用餐时 他突然来拜访我 我们写到说 突然间 什么事情 假如要用这样巨型的话 这种语法 常常是放巨手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他突然来拜访我 先放到巨手去 然后 当我在用餐时 要写到后面去 经过位置要交叉 这是一个语言的习惯 哪一些常常放巨手 我们就给他摆巨手就对了 把答案写出来吧 千万不要写说 he suddenly 好 e ly 来 拜访我 came to visit me 这个写法 也是不对的 这个 按照中文的模式在写的 错误在哪里 错误在suddenly 这个是不通的 我们先把句子给他完成 再来做一个说明 it occur o c c u r r e d it occur late it occur就是这个事情突然间发生 什么事情 就在late的后面 他 这个来拜访我 这件事情突然间发生了 所以我们用 he came to visit me 那个suddenly不能写 我们等下再说明 什么时候在家 当我正在用晚餐的时候 就是while i am 不行 要用过去试 while i was having 或者是 taking my dinner ok 这样才是正确答案的 为什么我们suddenly不能写 因为occur本身就是突然间发生的意思 所以那个跟suddenly的意思是有 有这个雷同的 所以不要再写了 第二个 老师要做说明的是 他突然间来拜访我 怎么不可以用suddenly呢 这里突然来拜访就是 不是动作突然间出现 比如说 这个 我在那边讲电话 他突然间 就出现在我的前面 吓了我一跳 那个才叫suddenly 现在他突然来拜访我 是 我没有料到他会来拜访我 突然间他来拜访我 所以这个突然要用 没有料想到 这个才是合理的 因此要这样子翻 he came to visit me unexpectedly 这个才是正确的 英文表达方式 expect是预料 un-expect是没有预料 加ed就形容词 形容词加ly就复词 复词就是修饰前面的拜访 come to visit 来拜访我这件事情 复词修饰一般动词 经过这样解说之后 你就应该知道了 这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难度比较高 可是这是高档的 这个写作语词 这些写作词